7月23日凌晨 拍下巴菲特午餐的播场创 创始人孙宇晨突然在个人 微博上发布消息称 本人因突发肾结时正于医院治疗 因故取消与巴菲特先生的午餐会面 孙宇晨还在微博中特别强调 目前身体情况一切稳定 处于恢复期 无法接受采访 请各位原谅 待近期身体恢复后 将很快与外界见面 孙宇晨还表示 对于格莱德基金会的捐赠已经完成 仍然有效 按照计划 孙宇晨与巴菲特的午餐会 将于本周四举行 6月4日 孙宇晨宣布 已破纪录的456.7888万美元的竞拍价格 拍下了第二十届巴菲特慈善午餐 巴菲特一年一度的午餐拍卖所的款项 将捐赠给格莱德基金会 6月4日凌晨10分 孙宇晨通过波厂创官方微博发布了 至社区的一封信 信中表示自己是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的长期信仰者 并认为长期价值投资策略 与加密货币是一回事 此次参与巴菲特慈善午宴 不仅是我个人生涯的亮点 波厂创和B-Torrent同私重大的一天 更象征着整个区块链社区的胜利 孙宇晨称 孙宇晨出生于1990年7月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研究生就读于 美国长青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2013年 当时还是比特币爱好者的孙宇晨 在硅谷接触到了 Ripple LabsM后 直言Ripple比比特币还要神奇 一个多月后 他以Ripple Labs中华区首席代表的身份回国创业 回国后 成为币圈创业者的孙宇晨 开始注重圈子和人设的打造 2014年3月起 孙宇晨一边通过接受媒体采访 参加论坛做宣传 另一边成立了瑞波科技 并拿到了信中立资本领头 IDG资本 中科资本 清控科创等多家创投 跟头的千万美金及A轮融资 2015年 孙宇晨当选了 中国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 并入选湖畔大学 从此之后 马云门徒变成了 孙宇晨本人最喜欢使用的头衔 与其他币圈大佬一样 围绕在孙宇晨身边 有关割韭菜抄袭 空气币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甚至被冠以币圈微伤的称号 孙宇晨也常因为形势高调 被认为善于炒作营销 包括此次拍的巴菲特午餐 也被认为只是一次炒作营销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